哈囉 大家好 我是虛王富豪的所愛科 AKA 喝酒大學的校長 今天這一集呢 我們來跟Fave我們分享的是 免開火的下酒菜喔 那你做完這三道菜 一樣可以非常搭桑 輕輕鬆鬆的走出廚房 分別是氣炸的椒鹽雞翅 台式口味 還有氣炸玉米脆片雞翅 電鍋版的港式瑞士機翼喔 那這三道菜呢 應該都聽得出來吧 我們就可以用氣炸鍋還有電鍋完成 讓你... 讓你怎麼樣 讓你有很多時間可以在廚房裡面 先喝一杯 還是先這樣 不管講到哪裡我都能解到還是先這樣 我們今天我準備的這個是 金豐盛還有舒康雞的赤中以及赤小腿喔 那我自己比較用習慣 而且吃習慣的這個尺寸 今天廢房們啊 如果你是去傳統市場買的 它的體積比較大的話 大家可能要從關節的地方先對切 讓它小隻一點 或者你就是等一下料理的時間 再稍微拉長就可以了 然後還有剛剛切好的蒜末 還有剛剛切好的蒜末 下一切下來 等到雞翅都已經入味了呢 接下來就可以直接放到氣炸鍋 或者如果非寶們想要讓你的這個 椒鹽七色的成品 吃起來外皮更加的酥脆的話 我們可以在外面裹上一層粉喔 那這個粉你可以用中筋麵粉 或者是像我一樣 我今天用這個是地瓜粉 它用地瓜粉做起來的外皮 就會更像那種媽媽在家裡炸的排骨 或是那種外面賣的台式鹹酥雞的外殼喔 那氣炸的時候還是會推薦大家 表面稍微噴一點點油 這樣子它炸起來的效果真的會好很多 特別是你有裹粉的 如果你沒有噴油的話 表面會白白的 在加熱等待的時候 我們等一下會用到裝飾的蔥花給先切起來 其實已經七七八八了 我們中間翻個面 而且用氣炸鍋做的好處 除了比較沒有油鹽 你沒有廢油要處理之外 它其實會把多的油脂 就是直接濾到上面去喔 所以其實吃起來是 比較健康一點的 看起來就像是攤販賣的耶 好讚喔 這樣子就完成 然後等可以來擺盤囉 舒服 第二道菜呢我們來做的是氣炸玉米脆片雞翅喔 什麼叫做玉米脆片呢 什麼叫做玉米脆片呢 我今天買的這個是原味的玉米脆片 它就是完全沒有調味也沒有糖 通常就是拿來當做早餐的麥片 我們等一下呢就是會把它尬碎 直接把它壓扁變成粉末狀 然後裹在我們的雞翅 讓它即使是用氣炸的出來 吃起來的口感一樣像是現炸的 非常非常的脆喔 然後旁邊我們當然準備的也是赤小腿 那先來調味一下 接下來我們要放香料 我最主要跟最重要的呢 我們要加的這個是 煙燻甜椒粉 那你買到的是有辣或沒有辣的都沒關係 然後香料的話呢 我自己家裡常備的是這三種 百里香、奧勒岡跟米列香 加了之後就會有洋人的一個洋味 但是我也知道 香料這種東西你很容易就是買了 會放在家裡超久用不完的喔 所以呢你也可以單用一種 或者說你就去買那個 他會有寫那個義大利綜合香料 用那一種來使用就可以啦 接下來我們來處理玉米脆片 然後裡頭呢 我們可以加一些些甜椒粉 讓它有風味喔 其實如果你是在一些西式的炸雞店 它這個裡面會再把剛剛那三個香料再加一次 我們也放一些些鹽巴 讓它表皮有一些鹹味喔 弄到像這樣子 又咪咪的感覺 你的雞翅就很好沾黏上去囉 把已經醃漬好的雞翅或棒棒腿 先泡一層蛋汁 都要裹到喔 因為你沒有裹到蛋汁的地方 你就很難去沾這個玉米脆片 拿了екọi 出爐咧 真的是不好意思耶 先給大家聽一下這個 這個酥脆的程度合法嗎 真的是阿彌陀佛 今天這一集就是兩個字 搭桑好不好 我覺得夏天在家裡做菜的時候 就是盡量多用一些小家店 不會讓你做的滿頭大汗 也沒有很多東西要清理 聽到這邊是不是覺得 好像是一個業配的節奏 節奏 想耍耍還講錯 沒有錯 本集影片沒有置入好不好 如果被我們喜歡我們分享的這些食譜 記得要幫我們按讚訂閱 還有打開這個頻道的小鈴鐺 或者你可以追蹤我的IG還有Facebook 我也在那邊分享許多生活相關的食物的照片 那接下來呢今天的第三道 也就是最後一道 我們要來做的是電鍋版 非常簡單的港式瑞士機翼 那這道菜是我以前去香港旅行的時候 我最喜歡去茶餐廳點的 他上來的時候就是有幾隻雞翅 然後搭配個公仔麵 然後淋上那個滷雞翅的醬汁 再加一點點油蔥 吃起來真的很爽 那這道菜品的由來也非常可愛 以下是我維基百科來的 就是在古早古早的香港 有一位外國朋友呢到香港的餐廳用餐 然後服務生呢就跟他介紹菜單上有一個 Sweet Chicken甜的雞翅 但我們這位外國朋友呢就是沒有聽清楚 他把它聽成了Sweet Chicken 從此之後瑞士雞翅就在香港流傳下來 變成一道港式的名菜喔 那我記得我第一次點的時候呢 我以為他會是一個非常洋派的雞翅 結果一上來就是 這跟我媽滷的雞翅有九成像 那他吃起來呢其實也是跟台式的調味 老實說沒有相差很多 他最特別的地方就是他加了蠻多的糖 所以他吃起來是非常的甜口 然後雞翅很滑嫩 看一下怎麼做喔 拍過的蒜頭 料酒 料酒的話我今天用的是米酒 你當然也可以改用清酒 如果家裡沒有 或者你可以用紹興會比較香 但量就要放少一點點 然後把剛剛的蔥薑蒜扔進來 然後還有加入海亮的冰糖 你是不是想說 上面沒上色啊 正常的正常的 我們就是把它翻個面 你看他有泡到的這一面已經 看起來是很好吃 然後外鍋要再重新加一杯水喔 再把我們的雞翅放回去 等它再跳起來就出爐囉 開燙 它真的是很像媽媽做的好讚喔 而且我們剛剛是覺得放拌大學的白胡椒太多 如果我吃像我一樣這種重口味 就會覺得 太多了 但又可以 這就是恰到的好處啊 怎麼可以這麼脆 完全吃不出來是氣炸鍋做的 而且一想到它多的油都濾掉 就覺得好像也沒有這麼有負擔 好脆 淡淡的玉米香氣 可是它的缺點其實大家也會看得出來 它會比較黏著力比較差一點點 所以我們中間一定要裹上一層蛋汁 你的那個玉米脆片才會裹在表面 最後是我們的瑞士雞翼 怎麼會這麼入味啊 而且甜醬油跟任何人在一起 都never go wrong 你不覺得讓人口水直流啊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在這邊高評價 喜歡的費寶人 好墮落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跟小鈴鐺 還有什麼要提醒 我們拍影片真的是 我剛剛說真的很辛苦 但其實好像也沒有那麼辛苦 因為我們真的都很喜歡這件事情 但我們其實也很想要 知道費寶們想要學做什麼菜 所以其實如果你看到我們影片 你在這邊留言 你究竟想要學什麼菜 或者是你對什麼有興趣 或者是欸什麼東西好夯 其實都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那也記得把這個食譜 分享給你所有喜歡 在夏天裡面簡單做一些下午菜好朋友 話好多 走愛客 下禮拜見 Bye 我最喜歡這個瑞士雞翼 沒想到是最簡單的 我想到我在試做這幾道菜的時候啊 我一樣是用了兩包那個 金楓生跟舒康雞 然後我本來想說完蛋了 做這麼多到底怎麼辦 沒有人會來家裡到底誰要吃 最後一顆人就把全部都吃完 兩包喔 兩包是600克 吃了一斤 真的是去市場買就是吃了一斤欸